古巴巴基斯坦空難共89人喪生 古巴和巴基斯坦兩國前兩天接連發生空難 共造成89人死亡 無人生還 古巴加勒比海航空公司一架客機 前天從聖地雅各起飛 原定晚上7點50分到達哈瓦那 但傍晚5點42分突然從雷達上消失 古巴中部目擊者說 當時看到飛機炸成火球墜地 前天下午熱帶風暴湯瑪斯融造聖地雅各 天候狀況不佳 飛機可能因此失控墜毀 導致68人罹難 這是古巴21年來最嚴重的空難 這樣的空難事件並不尋常 我們嚇到了 我們非常擔憂 而且很害怕 根據調查 事實班機上有61名乘客和7名機員 40名乘客是古巴人 其餘是來自日本 法國和西班牙等地的遊客 另外 昨天巴基斯坦一架石油公司小型包機 因引擎故障 在克拉茨機場附近失事 機身斷層兩節 17名乘客和4名機員被燒得焦黑 難以辨認 所有的屍體都燒焦了 無人生還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找到了12到15具屍體 目前已知機上乘客多數是巴基斯坦人 是否有其他國家乘客還在查證當中 動新聞綜合報導 下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